欢迎大世界来关心俄国入侵乌克兰之后 外界一直也担心后方的邻国摩尔多瓦会是下一个目标 境内亲俄地区涅斯特河沿岸这几天就一连传出了多起不明爆炸 其中26号两座无线电塔遭到摧毁 当地亲俄领袖直指乌方涉案 但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指控这是俄军在破坏稳定 美方也怀疑俄军有意复制乌冬剧本 在摩尔多瓦发动为其行动出兵掌控 借此打通连接乌南的路桥 乌克兰邻国摩尔多瓦两座无线电发射塔爆炸 波及民宅 这里就是摩尔多瓦境内亲俄地区涅斯特河沿岸 俄国官媒报导当地自25号国安单位遭到攻击之后 26号又有两座发送俄罗斯新闻讯号的无线电发射塔 遭到不明人士破坏 当地自封总统的领导人直指乌方涉案 克里姆林公也表达关切 但泽伦斯基担忧 俄军对外侵略 剧本重演 英国专家再度点出 今日乌克兰 明日摩尔多瓦 发生一连专爆炸的地区 称为涅斯特河沿岸 人口47万 由亲俄分子掌控 自称共和国 但国际公认属于摩尔多瓦 目前有1500俄军驻扎 美方怀疑俄军会复制在乌东的剧本 在这里发动为其行动 借此出兵掌控 打通连接乌克兰南部的路桥 清欧女总统召开国安会议 先前白俄总统就疑似泄漏 俄国想要拿下摩尔多瓦的野心 人在欧洲的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 也持续紧盯情势 防止乌俄冲突在东欧外溢 让危机扩大 张力德编译